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徐义主 我是一个烹调家庭小菜的频道 首先希望大家订阅、分享、赞好 按笑叮咚通知 那就不会错过我每次影片的更新 根据最新公布的官方行业标准版 正宗扬州炒饭的用料要有 白米饭、鸡蛋、水发海芯、鸡腿肉、火腿肉、水发干贝、虾仁、水发香菇、鲜竹筍、青碗豆 用料认真加小 不过我真是见识少,未吃过 今次我会做一个香港地道经典版的扬州炒饭 这是我们平日在酒楼茶餐厅大排浪食的扬州炒饭 相信这个扬州炒饭大家会比较有共鸣 首先介绍一下材料 有白饭300克 葱花40克 鸡蛋2只 山菜丝30克 叉烧粒80克 和睡觉虾仁100克 如果大家用冷饭 一定要预先翻热 首先处理虾仁 用半茶匙食用碱水 加2汤匙清水 醃20分钟 这个做法目的是令虾仁爽口大牙 醃过碱水的虾仁 放入清水、啤水10分钟 煸好水的虾仁 用半茶匙盐 半茶匙鸡粉 少许胡椒粉 拌均匀 醃10分钟 将虾仁飞水20秒 捞起 再烧热锅 下油快炒虾仁10多秒 盛起备用 烧热锅 下油 再加3分2左右的蛋漿 再加白饭 再加白饭 下去炒 慢慢将白饭炒松 再加其余的蛋漿 下去炒 炒 炒到饭粒在锅里面跳动 已经差不多 这个时候 下1分1茶匙的盐 调味炒均匀 下虾仁和叉烧粒炒均匀 再在锅边淋上半茶匙的生抽 最後下葱 和山翠丝炒均匀 完成了 今天这个香港地道经典版的揚州炒饭 完成了 如果大家喜欢今天的揚州炒饭 请点赞 分享出去 记得订阅我的频道 多谢大家收看 下次再见 拜拜 拜拜